屏東這間肉品廠 員工進進出出 堅守工作崗位 看似一切正常運作 但卻遭人指控 廠內的外籍移工出現症狀 但公司未提供快篩劑 還要他們報病到外頭自行購買 離譜的是確診數增加的情況下 還不停供消毒 這讓未染疫的員工感到恐慌 經濟出面駁斥一切 子虛烏有 遵照防疫規定外 肉品廠也都備好快篩劑 不論內外部只要有需求者都會提供 更要求大家疫苗要打好打滿 而且想要進入廠區 經過層層消毒關卡 確認沒有問題才能通行 而爆出員工染疫後 廠區緊急大清銷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那有13位是陽性 那目前也正在進行進一步的PCR 疫情嚴峻大規模工廠配套措施 得提前訂好 只要有個萬一才能及時應變 不讓病毒繼續 擴散下去華爾新聞屏東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面